香港人精神是怎樣? 靈活走位,精打細算 做生意都很需要這些特質 好像安東賴賴機老闆劉建偉Kenny那樣 上年佔領的時候生意大跌 發起穿黑衣大黃絲有半價 生意不跌反升 中逆市連開六間餐廳 我們自己,我自己是香港人 還有,所以我覺得我一定要做回我們自己的香港人生意 我才可以長做長有 六間餐廳裡 新店日式跑房Metal Stack 逆市當中月賺25萬 我們的運作模式就是第一 是Casal Dining 第二,我們所有 每一個國家的地方來的 肉類,例如牛,羊,豬 全部都是第一 它的品質一定要很高 第二,我們一定要做到無添加 不會做任何後期加工的東西才會出來 你們自己訂購完 你們自己看到那一件牛 或者其他東西 看到它,然後我們會即時切給你 切完,接著放 放完,接著就立刻上爐燒燒完 是最原汁原味的一件 餐廳繼續主打廉價路線 貴價的M4座賀和牛以黑計數 吃多少切多少 還免加一,最便宜三百多元有交易 他們又採用日本火山燒烤爐 澳洲大廚烹調 平民價錢升級享受 所以開業三個月,就月賺25萬 我用日本超市的價錢 去買一件扒 即時可以做到給你吃 你亦都不需要去 花很多功夫自己買回去做 就在那裡 用回這個價錢去吃一件 這麼有質素的扒 我想香港人這麼精打細算 他一定會知道 Kenny90年代在尖東開酒吧 專做遊客生意 不過經歷金融風暴 令到遊客人數大減而無奈結業 但是亦都令他知道 做香港人生意才是正道 將來考慮再減價 痛到時間 我們堅持都是在做大眾化生意 Casal dining 我們堅持以香港人為首要 所以對我們 目前來說 不是這麼大的衝擊 如果真的要大家 經歷艱苦的時間 大家一起過難關 再將我的價格降低一點 我自己是香港人 所以我覺得 我一定要做回我們自己 香港人生意 我才可以長做長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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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